我们静静奔向到最深的地方 愿你的生命宁静温暖如海洋 自闭症是一种疾病吗 它是一种生理缺陷吗 还是它是一种独特的人格特质 他们都是天才吗 他们的心灵 究竟坐落在哪个无人知晓的陌生星球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来推荐的一部电影 是《遥远星球的孩子》 我们非常的荣幸 为大家请到这部片子的导演沈可尚 他非常的年轻 我觉得非常的可喜的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忙碌的导演 几乎一两年或两三年 就会推出一部重要的作品 我想大家对他非常熟悉的是 2010年的朱丽叶 在金马奖当中入围大放异彩 而今天所介绍的是 他最新的这部纪录片 是《遥远星球的孩子》 其实是谈得在这个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一些朋友们 但是他不为外人所知 他们的内心世界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个谜 但是对于所有的这些人的家人 以及家长们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命历程 那为了要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 这些人他们的内心世界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 沈导演拍了一系列的这样的纪录片 我觉得看了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要非常谢谢导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导演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谈一谈 我想大家对于自闭症 可能知道这样的名词 但是其实并不知道他现在 目前在全世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 听说全世界现在目前就有 六千七百万的自闭症这样子的人口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现在的一个现况是怎么样 OK 其实自闭症他是很早很早之前 他其实就存在这个世界上 对但是过去 他一直可能会被归类成是精神疾病 或者被归类成智能不足 或者被归类成很多很多奇怪的症状 就是一直到六十年前 才被慢慢被定义成一个叫做广泛性的发展障碍 然后他开始留一个量表跟一些测量的基准 所以慢慢才开始大家用这个量表去看身边的 还新生儿的成长里面可能会遇到问题 所以呢 这个因为有了这个量表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 对然后这些年的这个自闭症的人数 就一直往上攀升 一直到现在 到上个月 比如说台大有一位医师告诉我 去年的最新统计 是每九十九位新生儿里面就有一位 所以那个比例是非常可怕 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比如说上个月去北京 看他们那个自闭症论坛 最新的统计数字有越来越高 已经到百分之二点多了 对所以 他绝对不是一个 罕见疾病 对 他其实是一个人格特质 而且这个人格特质就发生在我们的 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对 所以我们也要请导演来谈谈 就是说 你们这次用表演新生儿的孩子 这样一个主题 希望能够让我们来看到 像其中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他在以前是他把 我们的一般人当成就是地球人 我自己他自己本身是外星人 这样的一个那种感受 让我们能够来了解 因为谈谈整个这部分 你怎么样去架构 整个的这个系列的 的纪录片 OK 其实最一开始 我们想要拍一个 到底什么是自闭症 对 因为这个这个题目 真的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 一开始是先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和很多医师家长孩子 然后专家谈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先定义了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普及科学的 让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得懂的 一个浅显易懂的一个 介绍自闭症到底是什么的一个题目 好 但这个题目做完之后 它就成了一个其中的一集 叫做自闭症之谜 自闭症者有各式各样远超过一般人想象 且无法克制 无法改变的固执行为 这些行为即使不影响他人 但的确会让他们在必须随时应变的生活步调中 产生适应上的困难 自闭症者的感官经验 一般人是永远不能体会的 我们只能从他们的动作 依稀找到一些猜测的路径 这些稀松平常的声音 对他来说 可能如雷轰炸 如针刺耳 肉饼 前后左右摇晃自己的身体 喜欢强烈的光线 喜欢闻某种味道 喜欢触摸特定的材质 都可能是自闭症者在自我刺激中 不断寻找自我存在感的方法 一般人看到以上的一切会怎么想 我们要怎么靠近这些所谓行为异常的人的世界 我们或许可以先尝试这么想 自闭症者就像驾着一步 不受自己操控的机器人在生活着 他想举起右脚 却挥出左手 隔着驾驶舱的玻璃 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世界 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有时因为接受到外界传来过多的讯息 让他根本来不及处理 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 他还没开始任何动作 仪表板却可能已经挡机 他开始活动时 还会因为中控台不听指挥 无法闪开一面而来的危险 他费尽力气 好不容易才能再站起来 并且开始试着想要找出和其他人沟通的方法时 他却又发现 怎么样都调整不到正确的互动频率 原来他脑中所想的话 说出来却是别人听不懂的机器人话 而别人说的话 他也听不懂 自闭症者就是被困在机器人里的灵魂 他的一生都无法逃脱 这样的人多到超过你的想象 根据国际自闭症组织的统计 每15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犯自闭症者 他们一直都在你我之间 只是你可能从来不知道 这一集做完之后 有一个很震惊的结果是发现 不管找了多少专家 然后医生 他们都告诉我们 其实现在放眼全世界 你能够找到自闭症的成因跟面对的方法 可能都找不到10% 但是这个人数就一直持续增加 所以我们就开始觉得好像是讲一个科学普及的东西 好像不太够 我们好像必须要花更多时间去理解 这些的确发生在我们身边周遭的孩子 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亲和家人 所以才开始有继续拍第二第三第四集的 第一集叫做我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第一集里面就借由三个角色和三个家庭 这三个角色他们在自闭症的光谱里面 都算是功能还不错的 就是他们虽然与人沟通 有一定的困难 对 但是他们身边的人都非常有耐心的 寻找到了一些和他们沟通的方法 然后我们也借由和他们的沟通的方法 比如说透过音乐 绘画 或者旅游 我们慢慢地理解 原来这些生存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人 他们也有他们的世界 接下来呢 还有我们开放我们独秀的曲目是 木跟舞族曲 木跟舞 木跟舞啊 是 都阿尼阿乐 林仙无群 当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是像正常的人一样 看到的时候非常地专心 然后带他的掌声 让他觉得非常非常地快乐 当时我们是认为是宠物啊 要像宠物一样养他一辈子 可是现在我觉得他非常棒 所以为什么来扎CD 是很生气是不是 是 为什么生气把它画下来好 好 心脏的时候我好生气哦 太热了 水太热是吗 是热还是难 热 水太热均于背 对 生气哦 去折CD是因为冲水的时候很生气 是不是 是 把联盆头的水转小一点就好了 水小一点 对 蓝色的 不用生气 蓝色的 菌鱼生气是因为水太大了 太热了 冷一点 以后菌鱼水太烫的时候就 冷水 转冷水 我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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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生气了 他说别人碰到他就像被针刺到的感觉 这样说来 如果我被困在一个满是真的车厢里一定也会觉得很紧张 我才明白为什么小玉常常带着焦虑的神情 时时警觉周遭的状况 就像人会碰来碰去可能就急来急去 怕人家会急到我很紧张赶快闪开 第一种就是散开 第二种就是被急到赶快从人群中窜出去 对人的感觉我会比较sensitive 我比较在乎 对于触觉他很敏感 常常都会有时候最好有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人家碰我一下我就想报复回来 这是我的特性 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这一点还在努力改变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脾气真的是值得有需要改的 另外一集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吹泡泡那一集 那一位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就是在比例上能够用这么几乎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语言可以沟通的子皮正者 其实不到百分之一 他是一直到了18岁 他才开始确定我的确和你们地球人不太一样 他之前只是一直觉得你们为什么老是觉得我不一样 然后我找不到你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然后一直到18岁他慢慢才理解 然后他去做了检查 后来被定义成就是亚斯伯格 亚斯伯格就是自闭症光谱里面比较高的一群 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一天 那个他来台湾路边有一只猫咪 然后他在那边拍照拍那只猫咪 然后就跟我说他其实从小 比如说人家跟他讲是一只花猫 他就觉得花猫是猫咪 所以他下次看到另外一只白猫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那个叫做猫咪 所以他必须要花很大功夫 建立很多资料 说原来长这个样子的都叫猫咪 不管你是黑的白的花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视觉记忆的一个 一个倾向 对所以借由他来一只的来传递 不管在感知上面 视觉上面 经验上面和地球人显然的不同 他甚至出了一本书叫做 如会地球人相处的叫站守折 以前小时候根本都没有一个自我感 直到中山的时候 我就是在这个世界这样梦游着 没有一个觉得说我存在的概念 不会去思考 说第一我不明白我有自我 那第二我不明白说 我的生活 我的身体 我的情感等都是属于我的 这样我不明白这些是属于我 第三我就不能去更改他们 我看东西的时候 没有那个立体的感觉 觉得东西是扁的 也没有觉得说 例如我想像一张桌子 我没有觉得他的一个有个重量 或者是我触摸桌子的时候 还有什么感觉 如果看到一只猫的话 那只猫的影像 跟我触破那只猫的感觉 是隔离起来的 不是同一个档案 所以触摸猫的那种感觉呢 不会跟我看到的那只猫的影像 连在一起 这样我就不能够 有一个完整的 理解到猫是什么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能够碰到的世界 能够触摸的世界 其实是假的世界 真的世界是在数学里面 真的世界是在logic里面 真的世界是在头里面的世界 我最重要的责任是对我自己 我要好好地过我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能够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能够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 就能够用我生活做一个榜样 帮助别人 现在我接受到全部世界都是假的 可是暂时在这个世界里 当暂时当这个世界是真的 来体会一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这样已经够了 还有一集在讲的是一个父子的故事 叫我是猜姐 所以对父子非常非常动人 就是这个爸爸知道自己的孩子 是自闭儿之后 对他就把所有的工作都辞掉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听掉 因为他想用他自己的力量 然后来教这个孩子 他一心一意觉得 虽然我知道这个世界上 我应该用平等的方法 认为你是自闭症 所以你自然和我们不同 但是身为你的父亲 我很难告诉我自己这样 是 我必须要非常严格的严苛的去矫正你 去教会你 人家教两遍就会的是 我要教你三十遍四十遍 即使你哭你难过 我也要教会你 因为我一定会比你早死 我比你早死的时候 谁来照顾你 我非得要用很严格的方法 让你变成一个 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存活的人 但是几年下来 他现在有个新的体悟了 就是我终于还是不得不承认 你就是一个自闭儿 对你的确和我们不同 然后与其让你去学会更多 和我们沟通的方法 我更想要看到你的笑容 对所以他开始改变了他的 一个教育的方法 不再那么严苛 反而是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理解自己的孩子 丑手笔 爸爸好奇怪 这是谁 PB 来 小猴子 对小猴子怎么样 PB 不对 小猴子因为怎么样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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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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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 其实自闭症这一个主题 其实讲到的也是我们 全人类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我们如何沟通 如何把我们真实的一个 内在的一个世界 让对方能够理解 那其实我觉得 在现在整个的社会文明 其实充斥着沟通 可是其实有很大的部分 是来自于很多的一些 表面层的虚假的一些沟通 其实自闭症为什么会 这么的难沟通 其实因为他真的要讲的是 他自己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实每一个平凡的人 要面对去表达我自己 真实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感受的时候 确实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也讲到就是说 其实自闭症他其实有一个部分 就是他在医学 还有在心理学这个部分 是完全束手无策的 那唯一能够能够去解决的 就是爱跟关怀 对 所以我想要知道导演 你观察了这么久的 这样子的一个 自闭症的一个主题 然后拍摄了这样子的一个电影 你用一个什么样子的观点 来陈述这部电影 因为很多人看的都很感动 我觉得很需要是一个 大家用一个比较平等的心情 不一定是面对自闭症 对就是你要面对所有 和你不同的人 我觉得就是你就是要站在一个 很平等的心情去理解对方 是的 哪怕他没有任何的病争 他只是和你不一样 不要用一个一个很既定的标准 硬要套用在别人身上 他就是他你就是你 然后你们唯一能够做的是 我觉得是很平等的对待 对这是我很大的感触 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 自闭症的人的世界 我想看到你的 这几个不同的故事以后 可能可以拼测出一些 或是说一些对他们的 比较多一点的一些想法 但是同时我们就会 看到一件事情说 那其实这个社会 或者说 就像很多的这个 自闭儿的这些父母一样 他们希望在他们过世以后 都还能够 希望他们的孩子 能够很好的活下去 那么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你可以提出来一些 想可能你研究这个主题 像国外的一些政府 或者是社会 有些什么样的方式 在做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他们都有一些优势 比如说他们有一种固执 是会非常非常专注的 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在我们一般 如果用一般的标准看来 你们可能很奇怪 但是再换个角度想 这何尝不是一件 很迷人的一种特质呢 你们的专注度 可能是我们所谓 一般人的好几倍 像比如说北温有一个企业 它里面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 都是自闭诊者 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非常专注的 做在电脑前面去 完全去做他们单一单调的事情 我们可能做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觉得麻烦的事 他们可能可以很专注 或整理档案 他们很乐于整理档案 撕掉贴纸 换新的贴纸 对 拿上日本的举木员 日本的举木员也是 它是一个用举木 做木制品的一个公司 它里面就全部都是自闭诊者 然后就运用你的特质 你的优势 你喜欢折东西的折东西 你喜欢贴东西的贴东西 你也喜欢那个声音的 切东西的声音贴东西 然后就让你专注的去做你单一的事情 然后其他的生活着了由我们其他的人来照顾 那这个就是尊重优势 尊重他们的优势 然后并且去相信那个优势 是可以和我们共处的 我觉得要有一个这个最基本的心情的话 其实在很多的企业跟很多的工作流程里面 他们是可以很适当的发挥他们的偿财 非常谢谢导演拍了这一部电影 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省思 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 更开阔的一个这个视野 谢谢导演 谢谢 我们该这么想 自闭诊者 他们是透过另一个路径 在看待这个世界 这个路径或许和我们所熟悉的不同 所以我们也会不习惯 也会害怕 就像他们一样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如果我们将自闭特质 也视为人格特质的一项 将自闭症 视为我们从中学习 身为人类意义的老师 而不是将这些特质 视为一定要被改变 且应该要治疗的疾病 或许 我们也会慢慢习惯 不再害怕 就像我们每个人 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格 而有些自闭特质 不也掺杂在我们的个性积木里 放大来看 他们和我们一样 不过是全球68亿个 截然不同的人当中的一个 所以 这个世界精彩 丰富 不是吗 所以我们要尊重人的多元 人的多样 我们要去尊重他 他的特殊的想法 他特殊的思考方式 是在我们整个普罗大众当中 是一个非常尊重的一个想法 真的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 他们其实很知道 最后如果你对他见 他真的会跟你很好 我们整个社会 有没有提供给这么 在这条线上面的所有的人 不同的安身立命的方式 那这反而是我觉得 是一个更值得省思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当你们能够进入他的世界 就了解那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你跟他的互动会觉得 会是一个正面的感觉 跟他们走这一段路 我觉得是一个 可能是我的人生里面 最丰富的一段历程 我们省望一颗遥远又美丽的星球 看见遥远星球上的孩子 正一个一个降落在地球上 也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好导游 能理解他们的星球 和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也帮助他们认识在地球上的生活规则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做那个导游